我先说一下 接这个杨奕活的这个律师啊 您是不是没活干了 现在是不好干 因为大家都没钱 律师这个行业也不好干 甭说您了 一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律师 北京的大律师又如何呀 陈旭律师牛吧 给廖青打官司那个 给侯淡打官司那个 和侯耀华对付工厂的那个 他牛吧 他都老念羊说不好干 所以说我判断啊 您是不是积不择实了 要不这种活 您应该不会接吧 即便接 那也得摘着实吧 咱不能啥饭都吃啥活都干吧 您觉得呢 说完律师我再说养溢 我跟网上报道说 你要起诉郑某和谢某 郑某谢某不就是郑喜定和谢雷吗 一个在郭德纲那干活 一个是你二哥侯耀华的土地 我总觉得 你起诉这俩人 应该是你和你侯二哥商量好的吧 你和你侯二哥包括律师们 你们合演的一出戏 是不是这样 仅是这出戏的剧中人 谢雷我是不敢说啊 郑喜定应该是不会配合你的 但是谢雷有可能 那也是一个毫无正义 见前眼开的 好什么之徒 不 什么什么之徒 而且人家谢雷啊 人也没造你的谣 你呢倒是造了谢雷 和你老婆的谣 啊不 是你前妻了 就是你那前妻梦真吗 你不是造谣说他俩有那啥吗 用谢雷的话说拴队 你不跟你老婆和谢某人 不是拴过队吗 你给他俩拴队 是不是造谣啊 我不认为谢雷造谣污蔑你 但是你却造谣污蔑过谢雷和你的前妻 这也是基本的事实吧 我感觉啊 您这么大一名卷啊 您这是活不起了吗 杨毅兄 我想问您一句啊 如果按照您的逻辑 您觉得 您骂郭德纲 算是侵犯民意权吗 还是算诽谤啊 或者是造谣啊 寻音滋事啊 我不久前就曾经说过你 您正在一步步走向那啥深处啊 难道你以为我是在瞎说吗 你的一言一行 现在很多早已经都超越了法律之边界 真的杨毅 你为了流量 我前一天就说了 别人为了流量是豁出去了 您不是 您是在用命 不要流量 真的我不太明白 十九块九一双的小布鞋 真的对您就那么重要吗 您不卖他 您就活不了吗 您不卖布鞋 您就玩命 您的命这么不值钱啊 您家老爷子都那么大岁数了 他还能活多久啊 您有那时间 您孝敬孝敬他不好吗 真的 兄弟 我真心啊 在这劝您一句 就是那个 见好就收吧 啊 别太过了 过了 可能真的会引起不好的事儿 或者是反应 兄弟 我就给您提醒到这儿 您呢 自己慎思慎行 OK 我是肥着满家老李 咱下期再见 好了